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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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分享的題目是 故守正道 我們看 迪摩泰前書3章第9節 迪摩泰前書3章第9節 第9節要存清潔的良心 故守真道的奧秘 雖然這一段是保羅在教導迪摩泰 要怎麼來按利長子的條件 以及他們職責的工作 這個使命 特別談到 要故守真道的奧秘 這個故守它的原文意思就是持有 就是得著 意思就是堅守永遠不改變 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我們來看 就是堅固啊 堅固我們才有辦法保守 如果我都不堅固了 我就會搖動 搖動我就鎖不住了 我就沒辦法保守了 所以這個故守真道的奧秘 不只是教會的這個領導者 傳道長子負責人的責任 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這個責任跟使命 因為跟得救有關係 因為如果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沒辦法 故守真道 那我們就會離棄真道 我們就沒辦法得到 結束永生的應許 那我們當一個領導者 更重要的 要來帶領我們教會 弟兄姊妹 來固守真道的奧秘 那小弟就根據這個題目 按照我讀經的心得信任的體會 就我講義 那就分三點來跟大家彼此 來探討 第一點 何謂真道的奧秘 這個奧秘 它的意思就是 隱藏在神裡面的旨意 奧秘 奧秘就是隱藏 我們沒辦法知道的 為什麼 因為還沒有掀開 還沒有掀開 那為什麼我們能知道呢 就是神啟示我們 那個啟示 那個啟示也有人就是掀開 打開 打開我們就看得到 我們就知道了 還沒有打開 就是隱藏的 那隱藏我們就沒辦法知道 好 這個何謂真道的奧秘呢 我們看以無所書三章第三節 以無所書三章第三節 以無所書三章第三節 第三節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 跳過來看第四節 你們練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 調過來看第九節 又使眾人明白這歷代以來 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裡的奧秘 從第三節第四節第九節 談到福音的奧秘 談到福音的奧秘 基督的奧秘 神的奧秘 所以真道的奧秘 就是福音的奧秘 就是基督的奧秘 就是神的奧秘 既然奧秘 保羅怎麼能知道呢 所以第三節一開始 保羅說 神用啟示使我知道 神打開讓我看 神沒有打開讓我看 我就不知道 這個奧秘就是隱藏在神裡面的旨意 所以從第二節 這裡保羅說 量必你們曾聽見 神賜恩給我 將關切你們的職份托付了我 這個就是使徒的職份 就是要為耶穌基督來做見證 就是要使眾人都能得救明白真道 所以保羅說 我為慈奉派做使徒 既然神要我將福音的奧秘顯明出來 祂就讓我知道 所以祂就啟示 祂就打開給我看 我就能明白 所以要透過神的啟示 聖靈的啟示 我們就能知道 我就深知 所以第三節保羅說 神用啟示讓他知道 我們看 第四節 這裡也說 你們練了就能曉得 我深知到神的奧秘 祂深知到 為什麼 因為神啟示 聖靈啟示 祂就可以來知道 而且是什麼 深知到 就是說 對神的這種認識 對真道的這個認識 是不斷的晉升 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明白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在追求 我們有在追求 所以 漸漸的 聖經都談到 我們認識神是這樣 漸漸的 就多知道神 越來越知道 越來越清楚 我們看 威利比書 一章第九節 抱歉 戈羅西書一章 戈羅西書一章第九節 這也是啟示 戈羅西書一章第九節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 也就為你們無助的祷告祈求 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物性上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十一節 好 叫你們行事為人 對得其足 凡事蒙他喜悅 在一切善事上結果之 漸漸的多知道神 第九節是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第十節的結束是說 漸漸的多知道神 所以我們認識神 要透過神的話真道 要透過查考 我們自己盡本分努力的 來查考來讀經 再來呢 就是保羅在這邊看起來 表面上是在為信徒祷告 其實也是在教他們祷告 祷告什麼 祷告求神 將那個啟示的靈 來啟示我們 讓我們在智慧物性上 都能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那個奧秘 那個奧秘就是隱藏在神裡面的旨意 那如果沒有聖靈的啟示 沒有神的啟示 沒有神打開讓我們知道 好像約翰福音十六章十三節那裡所說的 聖靈帶領我們進入一切真理 我們才能有辦法進入啊 不然我們在外面啊 外面我們不清楚啊不知道 進入我們就看得很清楚了 因為打開給我們看了 所以第十節最後一句話就 漸漸的多知道神的旨意 這兩節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第九節是講到內在的狀況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第十節就指著外在的實踐 這幾天一直強調 我們的信仰一定要內化 內化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內化的東西自然會外顯嘛 我裡面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外面第十節我就會行神的旨意 就是說行事為人對得其主嘛 為什麼可以對得其主 因為我行神的旨意嘛 為什麼我能行神的旨意 因為我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我行出來就是神的旨意 我就對得其主嘛 蒙神的喜悅嘛 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就是好的行為 這個就有良性的循環 我知道我明白真道 我實踐真道 那我就在道理上面有體會嘛 有體會我就更加認識神嘛 更加認識神我就更加行神的旨意 所以就漸漸的多知道神 這是一輩子的事情 就好像保羅所說的 我不認為我已經知道了 我不認為我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 一直向著那個標竿直跑 這個就是這個意思嗎 我向著標竿一直直跑 我就會漸漸的多知道神 所以神的奧秘啊 如果沒有聖靈啟示 沒有神的啟示 我們是無法知道的 這個奧秘是什麼呢 這個奧秘就是基督的奧秘 就是教會啦 透過教會來傳扬 讓人來明白神的奧秘 就是神的救贖計畫 就是救恩啊 我們看以後所書 第三章第八節 以後所書 三章第八節 三章第八節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 然而他還赐我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 傳給外邦人 第九節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 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裡的奧秘 是如何的安排 第十節 為要藉著教會 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 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這裡保羅說 哇那個基督的奧秘 福音的奧秘 這是測不透的豐富 因為神的恩典 是豐豐富富的 是讓我們取之不盡 用之不決的 是豐富的 是我們測不透的 想都想不到 眼睛未曾看過 耳朵未曾聽過 自己本身未曾親自經歷過的 這種測不透的豐富 傳給外邦人 所以神的救恩 不只是給選民猶太人 給萬民 神愛世人 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人 然後第九節 使眾人都明白 這隱藏的奧秘 福音的奧秘 基督的奧秘 是如何安排的 怎麼安排 神不是臨時決定的 是從創造萬物之前 就是說 神還沒有創造天地萬物之前 神就在基督耶穌裡 已經預定救恩了 也不是說像創世紀那邊說 哇 那我們的施主亞當犯罪 犯罪了怎麼辦呢 補救方法 不是 不是因為人犯罪之後 神才做一個補救方法 來拯救人 不是 是在創造世界以前 就把這個救恩的計畫 就已經計畫好了 所以第九節這裡才這樣講 這歷代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裡面的奧秘 是路反白 是從創造世界以前 第十節 不要藉著教會 讓人家知道 就是透過我們已經蒙神救贖 得到真道的人 我們要去讓眾人知道神的奧秘 所以透過教會 所以要得救一定要信耶穌 要信耶穌要來教會 問題來了 教會那麼多 哪一間才是神的教會 是得救的教會 就是要有聖靈 要有真理 要有聖靈 要有神基 要有神的名 這個得救不得救 不是我們自己講的嗎 每間教會都說它是得救的教會 當然教會會說我們教會不得救 真理書教會才是得救的 天主教會說 我們教會不是得救的 真理書教會是得救的 對不對 神愛世人會說 我們教會不是得救 每間教會都說它是得救的教會 說自己得救的教會 那不是教會 那是對自己信仰的肯定 如果對自己的信仰都不肯定 那我們信仰會垮台 好像電視廣告賣冷氣的 有誰說它是第一 大家都說它是第二 大家都是說它是第一 你看到 台肯說它是第一 看電視是第一 日立也說它是第一 到底是誰第一 大家都說它是第一 有人說我是第二 我是第三 沒有啊 對自己的產品肯定 我們家開麵店 我們會說 我們家的麵店不好吃 對面那家比較好吃 你去對面那家吃 有人會這樣嗎 不會啦 所以本來我們就對我們自己的信仰肯定 我們是得救 我們得救教會不是我說你說嘛 對不對 聖經怎麼說 得救教會的要件條件是什麼 聖經跟我們講 要有全備的真理 要把福音傳得全備 要有真理 我們都很清楚 再來呢 要有聖靈 這是連貫的 如果沒有真理就沒有聖靈 沒有真理就沒有聖靈 再來呢 神機 這是連貫的 有聖靈才有神機 神機就是神的能力 再來就是要有神的名 就是說要有神的話 要有神的靈 要有神的作為 要有神的名 這是聖經記載 在證明得救的教會 神的教會的必備條件 那我們講完之後 請問 我們教會是不是得救的教會 是嗎 看有所書 有所書二章十九節 有所書二章十九節 這樣你們不再做外人和客人 是與聖徒同國 是神家裡面的人啊 神的家就是教會嘛 神的家會 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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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家是怎麼建立的 建立在神門身上 才是神的家 神的家會 二十節 建造在哪裡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就是真理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真理 因為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 使徒就是奉猜遣的人 奉神猜遣 講神要他講的話 神講什麼 他就講什麼 神沒有講什麼 他就沒有講什麼 他不會把神的話更改 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話 所以後面才講 有耶穌基督自己作為防角石 那個就是標準 防角石就是蓋房子的第一塊石頭 那是標準 所以先知使徒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那個防角石 就是真理 好 所以要有真理 神的家會是建立在真理上面的 好 二十一節 各防靠他聯絡的何事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這才是主的聖殿 神的教會 好 二十二節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 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那請問聖靈居住在哪裡 有真理的地方 有真理的地方才有聖靈嘛 所以感謝神 我們教會有聖靈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真理 有真理才有聖靈 有聖靈才有神基 所以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節 那裡說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無音 神 藉著承襲其事來證明他們所傳的道 神基 其事就是神的作為 那為什麼神的作為 就是有神的權柄能力 聖靈的權柄能力 所以我們透過聖經來證明 什麼是得救的教會 神的教會 有這些條件就是神的教會 得救的教會 那證明完出來之後 請問大家 我們是不是得救的教會 是嗎 再來處理 那得救的教會有幾個 得救的教會有幾個 我們這樣來證明 方舟幾少 方舟一勺 聖經以無所書這裡說 看一章二十三節 以無所書 以無所書一章二十三節 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教會就是耶穌基督的身體 那請問耶穌基督的身體幾個 一個嗎 一個嗎 好再看 約翰福音十六 約翰福音十六張 約翰福音十六張 抱歉 約翰福音十張十六節 約翰福音十張十六節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必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神的羊圈几群 一群 归一牧 合一群 所以得记者教会一群 那证明了 得记者教会一群 那请问我们是不是得记者教会 是吗 那问题就解决了 却有人问说传道 那只有我们教会得救 其他教会不会得救吗 我说这句话是你讲的 我们从来没有讲 这句话是你讲的 我们从来没有讲 这里主耶稣说什么呢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一群的 属主的羊 主耶稣说什么 到最后我会把他带来归一群 不是把这一群带出去 我会把他带来归这一群 得救的人 有啊 不是这一群 外面啊 耶稣说外面啊 但是到最后我会把他带来 归这一群 那请问 我们是外面那一群还是这一群的 那答案就很清楚了 我们继续查考 所以 那个基督的奥秘就是透过教会 透过教会 来让人知道 那基督 测不透的教会 所以现在又有人去唱说 那个什么 无形的教会 不需要教会 我们就可以得救了 如果我们透过圣经来查考 就是要透过教会 因为教会就是 神宣传 宣传神真理福音的地方 教会就是神施恩的地方 所以要得救要信耶稣 要信耶稣要到教会 到教会要到得救的教会 所以感谢神 我们都进入得救的教会 好 那我们继续看 提摩泰前书三章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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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章十五 十六节 抱歉 三章十六节 大灾敬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难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这就是过去隐藏在神里面 那个奥秘 就是救恩 就是福音 所以十六节 就是一个救恩的缩小版 龙缩版 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然后肉身显现 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然后被圣灵称义 被圣灵称义 被圣灵称义 然后被天使看见 然后他选招使徒到世界地极去传福音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对啊 我们现在都相信了 对不对 被接在荣耀里 末日耶稣基督会再来 这个就是福音的一个融缩版 这个就是神的奥秘 福音的奥秘 所以十六节一开始就讲大灾境前的奥秘 这个奥秘啊 这个奥秘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因为神向我们启示了 无人不以为难 不是说大家都很不以为难 不以为难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不是大家很不以为难 大家都 这个不以为 这个无人不以为难 没有人说不认同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 他确实是在历史上 不能磨灭的事实 对啊 这是事实 不是天荒夜谭 不是在墙上画柄 这个看得到是不到 他是神话 不是神话 他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 神的话不是这个神话 是都可以印象的 都是我们可以亲身体验到的 所以 没有人 无人不以为难 不是大家都很不以为难 就是说 是大家都认同的 都是认可的 是因为是历史上不能磨灭的事实 这是什么叫做真道的奥秘 第二点我们来谈教会的使命 就是要顾守真道的奥秘 看提摩太前书3章15节 倘若我单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 在神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使和根基 这一节就谈到教会的使命 神的家就是教会 那保罗告诉提摩太宗 要怎么行 这个就是教会的使命 从这节里面 让我们看到两点 第一点 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教会不是人的教会 教会是神的教会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 神的本质跟神的主权 永生神 我们神是永生的神 就是永活的神 他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我们人的生命 这个显然之物都有他的开始 都有他的结束 神是自由拥有的吗 他的存在没有原因 他也没有这个死的结束 所以神的本质是永活的神 永生的神 第二个神的主权 神的主权 神的教会 这是神的教会 不是人的教会 不是像我们外面的那个团体 社团 属人的 属政党的 不是 教会是属神的 那教会既然是属神的 我们就不要对教会失望 虽然教会有很多的软弱 因为教会是人的集合体 教会就是耶稣基督 宝血所救赎出来 我们这一群人 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完全人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灵修 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没有完全人 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既有神才是完全的嘛 就是朝那个完全的目标 不断的追求奴隶 这个就是做完全的意思 那保罗也说嘛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 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学神啦 效法嘛 效法就是学习 不断的学习神 效法基督 所以保罗才敢这样讲嘛 你没有效法我 为什么他敢这样讲 像我效法基督 其实就是叫弟兄姐妹 效法基督 那耶稣基督也自己这样说嘛 在彼得前书二章那里说 耶稣说我凡事为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按照我的教中行 所以其实信仰 我们的信仰就是学神 学习神 但是这个世界魔鬼的诡计 他告诉人 你就是神 错了 我们要学神 效法基督 但是我们不是神 那魔鬼的本质就是教法 他就是要把自己当成神 以赛亚书那边 以西结书那边就说嘛 他受造美丽啦 完全啦 然后他就骄傲啊 自大 说他要生到这个至高之处 跟神同等啦 骄傲 就要自己当成神 很可惜 所以圣经就是 告诉我们怎么来学习神 怎么来效法基督 我们不是神 但是我们要学习神 效法基督 那查考圣经 我们现在外面都说 那个神学神学 我们听到神学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没有那么高声莫测啦 其实神学一般外面来讲就是系统神学 系统神学 像我们的五大教育 我们的十大信条 那个叫做系统神学 什么叫系统 系统就是说很有规划 有规划把它整理 分门卑裂 然后来查考圣经比较方便 比如说创造论 比如说教会论 比如说圣灵论 比如说终末论等等 这样我们比较容易来查考 我们的十大信条 五大教育就是这样 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 那我们也不要误认为 有些人这样说 传道 我们要相信真理 我们怎么相信教育呢 教育怎么可以凌驾真理之上呢 我说你讲错了 我们的教育从哪里来 我们的教育就是从圣经真理里面整理出来 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信条就是真理啊 只是说把比较重要的整理出来 那个都跟得救有关系 真理当然不只是那些 那些是基本教育嘛 我们说十大信条 五大教育 那十大信条很容易背诵 很简单 十条嘛 三信五义两得 就背起来 三信五义两得 我觉得排得非常的好 我们以前我们的长辈直接就 受圣灵的启示嘛 然后慢慢后代的那些人 就透过这些启示 查考圣经 吻合圣经 没有越过基督的教训 所以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出来的 启示 然后查考圣经 符合圣经 整理出来 三信五义两得 三信什么 信耶稣 信圣经 信教会 排得很好 要得救一定要信耶稣嘛 要信耶稣 我怎么信耶稣 我怎么相信耶稣 要信圣经 要查考圣经嘛 因为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嘛 所以信耶稣 信圣经 再来呢 信教会 我要信耶稣啊 我要信哪里信 要到教会啊 教会要到哪一间 要到得救的教会啊 所以三信 信耶稣 信圣经 信教会 再来就是我们很熟的五大教育 再来就是后面两条 两得 得救跟得永生 我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嘛 然后靠着耶稣基督保学 洗净我们的罪才能得救 第二个 这个得就是得永生 相信末日耶稣基督必再来 相信的人 得救的人 得永生 那不相信的人 灭亡 永生 所以都永远 永生跟永生 所以就很好背 三信五义两得 好 所以教会的使命啊 就是要来固守真道的阿密 好 那第二点说 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我们知道一栋房子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这两样东西 地基跟柱子 没有地基跟柱子也可以盖房子 也可以盖得很漂亮 但是只要台风 只要地震 这房子都到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地基 因为没有柱子 没有柱子 柱子就是在支撑这个房子 地基就是稳固这个房子 我没有办法稳固 我没办法支撑 所以很容易动摇 这里把我们的信仰 就好像在盖房子一样 我们的信仰要稳固 就好像要盖房子一样 要有地基 要有柱子 不然这个房子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只要考验一来 只要异教之风 台风 只要世界潮流 然后使我们动摇 甚至整个房子都倒塌 所以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就是在支撑高举真理的地方 教会是兼顾真理的地方 不会摇动 所以教会的这个存在 就是要表现真理 要坚持真理 我们每个信徒都是真理的见证人 我们都是要高举真理的 我们都是要实践真理的 我们都要稳固真理的 我们看约翰三书第三节 约翰三书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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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跳过来看 第八节 第八节 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 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工作 这三节串联起来是什么呢 心存真理 然后按真理而行 然后一同为真理工作 我们每个人明白真理之后 我们要把神的话生产在心中 实行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心存真理 然后按真理而行 真理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 按真理而行 然后呢 我们大家才有办法 一同为真理工作 因为我心里存真理 你心里也存真理 因为我按真理而行 你也按真的而行 很简单啊 自然而然我们就会 一同为真理工作 我们就会同工 我们就会同工 因为我们的心是同的 我们的心是同的 同心才能同行 为什么 因为我的心是存真理 你的心也是存真理 那心不是一样的吗 同心啊 同心才能同工啊 结果 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没办法同心 是同什么心呢 同你的心啊 我用刀同你的心 你用刀同我的心 也是有同心啊 同你的心 你同我的心 我同你的心 同工呢 同工就是我攻击你 你攻击我嘛 也是同心 人家圣经是告诉我 要同心嘛 心存真理嘛 我们要一同嘛 同工嘛 一同为真理工作 这是教会的使命 第三点 如何固守真道 如何固守真道 像刚刚所说的 我们要有地基啊 我们要把它挖深啊 地基啊 也不是说 我那个地基 我随便挖一下 我也是有地基 但是很浅啊 那也抓不住嘛 抓不住 就好像个树嘛 树 台湾一来 有些树倒 有些树没有倒 但是表面看起来 这个树都一样 都一样啊 但是 这个树怎么倒 这个树怎么没有倒 这个树没有根 而且那个根 扎得很浅 没有扎得很深 他扎得很深 他就抓得很稳啊 抓得很稳 他不会倒啊 好 我们看哥罗西书二章第六节 哥罗西书二章第六节 哥罗西书二章第六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尊他而行 第七节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感谢的心 也增长了 感谢神 我们都接受了耶稣基督了 我们都信主了 但是 不是有信就好 下面说什么呢 既然都接受了 既然都信了 要把他信好嘛 要 就当尊他而行 就是行道 尊神的旨意而行 不是有信就好 把他信好 就好像我们教导孩子做事情嘛 我们是很会跟孩子讲 某某事情你有做吗 做了吗 有啊 做了啊 要把他做好 不是有做就好 一样嘛 我们都信了嘛 不是有信就好 要把他信好 信好就是尊行真道 那怎么尊行真道呢 心里总是要神的道才能尊行真道啊 心存真理嘛 然后按真理而行 第七节 就是我们怎么来 来建造我们的信仰 就好像在盖房子 就好像一棵树一样 第七节 在他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生根建造 生根 生根 好 这种工作是看不到的 根场在哪里 地底下 所以我们这个工夫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但是当考验来的时候 后面那个就可以看到 他平常下的工夫了 因为根看不到 地基也看不到 地基在图里面 那个是看不到的 但是后面那个环境会显入出来 他前面所下的工夫 所以生根建造 后面那句话说 信心就坚固了 我们才有办法顾手真道 信心就坚固了 因为我抓得很稳嘛 我抓得很牢 不管这个异端啊 不管什么潮流啊 什么理论啊 听得非常有道理耶 但是不会影响 因为我已经抓得很稳了 抓得很稳 信心坚固 正如我们所领受的教训 我们就有体验了 确实是这样嘛 像刚刚我们讲的 各罗西书那边 我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我就会行出神的旨意 我就证实嘛 正如我们所领受的教训 那个信仰就不断地成长 感谢的心也更加增长 感谢的心也更加增长 实际上我们刚开始在慕道的时候 开始在慕道还是促信的时候 我们都会躺这样 开口比方 感谢主啦 感谢主啦 感谢主 没有啦 不是感谢主 就是埋怨神 怨天尤人 我记得那个早期 有个长老 丁德州长老 丁长老 他是外省有那个口 腔调 蛮好玩的 所以记忆忧心 他其实在提醒我们 他讲一句名言 他说 信主一念 耶稣在身边 信主十念 耶稣在天边 信主一年 耶稣在身边 信主十年 耶稣在天边 照理讲 信主一年 耶稣在身边 信主十年 耶稣在哪里 在心里啦 怎么会在天边呢 信到没关系就对啦 像这边所说 对啊 感谢的心应该更加增长啊 怎么感谢的心 越来越没有 不但没有感谢 反而在怨天尤人啊 在埋怨神 在批评神啊 在论断神啊 所以 我们啊 信仰一定要扎根 好像树一样 要扎得越深越好 好像盖房子一样 一定要挖地基 这样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心啊 信心就是我们的信仰 信仰就是我们的信心啊 我们就才能稳固啊 才不会动摇 好我们来看 约翰二书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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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防备 不是传基督教训的道理啊 约翰二书第九节 第九节 完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为什么会有一段出现 因为更改嘛 加添嘛 越过基督的教训 越过了超过了 自我解释啊 不是按照这个正义 神原本的意思 又加上自己的意思 已经越过了 越过 表面上是基督的教训 但是是基督的教训吗 不是 比如说我讲十句话 里面有两句谎话 请问我是说实话还是说谎话 说谎话 虽然八句是真的 两句是假的 我还是说谎话 不是吗 没有掺杂进去了 掺杂进去了 那不是真理 对不对 比如说十条里面 他改了一条改了两条 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他是真理吗 不是的 他已经越过了 越过基督的教训 就是加拉太书 一章第六节第七节 那边保罗很压抑加拉太教会说 我压抑你们怎么离弃 哇那个 基督所蒙朝你们恩 去听从别的福音 那不是福音 那不是福音 加拉太书一章第六节第七节 那只是更改过的福音 所以听起来看起来是福音没有错 但是那个福音是更改过的福音 那是福音吗 不是 但是表面看起来听起来是福音 越过基督的教训 也是讲基督教训没有错 但是已经越过了 超过了 把自己当成神了 用人的旨意 用人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了吗 已经越过了 所以 擅自在 使徒所传下来 使徒 使徒所传下来的就是耶稣基督 来教导他们的嘛 像我们刚讲的嘛 神的教 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 被建造在哪里 被建造在先知跟使徒的 这个根基上嘛 那如果在福音之外 又 创立新说嘛 创立新说 加入人的道理嘛 人的人这种 我感觉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其实这个就是异端 其实这些传异端的人 把福音更改过的人 他们外面标榜的是 这是我神学上的进步 这是我神学上的进步 其实 是道对道 没有神的地步 没有神啊 为什么 他不怕神啊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怕 我们都很怕 很怕是什么 为什么他不怕神呢 我们是很怕 我们是很怕 奇怪 还不怕神 如果真的怕神的话 怎么会遇过基督的教训呢 怎么会把基督的福音 把它更改呢 绝对不敢 因为我们怕神 我们怕神 怕神 所以自称是神学的进步 其实是 倒退到 没有神的地步 有神 不会这样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无神 告为无神 为什么 因为是神的教会 当然我们会 我刚刚有讲 我们当然会看到 很多的这个缺失软弱 但是 我们要这个缺失软弱 我们要去补 要去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好我们来看 更年多前书第1章第1节 更年多前书第1章第1节 不要对教会失去信心 不要对教会失去信心 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节 第1节 奉神旨意蒙昭作 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兄弟所提拟 第2节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以下简例 这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他说什么 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 请问保罗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前书 因为教会有很多问题 很多软弱 他从格莱斯德的家里听说 教会纷争结党 教会有淫乱的事情 教会有相告的事情 你告我我告你 教会有婚姻的问题 教会有至少聚会混乱的问题 圣参混乱的问题 他就是写信要来教导他们 那保罗说什么 有这么多问题的教会 这么多软弱的教会 保罗说什么 神的教会 所以不要对教会失去信心 教会就是神的教会 当然有人的软弱 那保罗写这封书信就是在教导他们 我们继续看看 看到哥林多后书 他们听进去了 他们调整了 他们改变了 所以不要看到教会就活定 教会还是得进到教会 还是在这个网路上批评论断 这样对教会有什么帮助 虽然我们讲说家丑不外扬 一样嘛 我们会一天到晚在这个脸书社群上面说 哇 我们家怎么样 我爸爸怎么样 我太太怎么样 我先生怎么样 我孩子怎么样 你怎么在脸书写那一样 为我家好啊 为我家好 不这样吗 你这样是为家好吗 教会就是我的家 我的家就是家会 那如果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我应该这样讲 台南家会就是我的家 我的家就是台南家会 当我看到我的家有软弱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 我看到有破口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 我会去挖破口吗 把它挖仓巴越挖越大吗 还是说我会把它补起来 看格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 格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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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 倒决的欢热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 患乱的缺陷 保罗说我现在受苦 倒决的欢乐 矛盾 受苦怎么快乐 受苦是不快乐是很痛苦的 但是保罗说 我现在受苦倒决的欢乐 为什么 因为为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乱的缺陷 教会有缺陷有软弱啊 保罗怎么做 他说要用我的肉身就是生命 用我的生命要来补这个软弱这个破口 那教会就没有破口了 那家庭就没有破口了 不是大家看到破口去挖破口 没有我看到破口我就去补破口 你看到破口我去补破口 为什么 因为教会就是我的家 我的家就是教会 这是我的家 我的家我自然而然 我就有那个责任 我就会爱我的家 我会把他那个患难的缺陷 把他补满起来 所以不要对教会失望 教会是神的教会 不是人的教会 当然有他的软弱 因为我们人带着肉体嘛 虽然我们都在听道理 但是不一定 我们真的有办法按照道理来行 像主耶稣在克西玛丽远提醒门徒一样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是软弱了 真的啦 你说我们不愿意吗 我们都愿意 但是我们带着肉体总是有软弱 所以耶稣告诉门徒 你们要警醒祷告 免得路人迷惑 法罗说我靠着那家给我理掉我 我凡事都能做 这就是我们信仰价值宝贵的地方 好 再来 对于那些传另外福音 把基督福音更改的人 越过基督教训的人 我们不要去听 我们才不会受影响 我们信仰要坚固 再来 这些人不要去接待他 不要请他来 这是圣经讲的 我们看约翰二书第十节 继续看刚刚讲的那个越过基督 他是连贯下来的 约翰二书 第九节 第九节再读过一次 再读第十节 约翰二书第九节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常守这些教训的 就有父又有子 第十节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这教训 为什么不是传这个教训 就是越过前面那句话 越过基督的教训 就是不是传这个教训了 不是传真理 因为已经更改过了嘛 好 要怎么做呢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第十一节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好 我们自己本身要先兼顾信仰 我们才不会受影响嘛 不要听嘛 好 再来 也不要去接待这些人 圣经革命的原则 不要接待传义端折 当然这个爱心的接待 本来就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嘛 这个 特别又是助理一家 但是对于那个传良错误教训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断然的拒绝 因为这是违背真理的爱 不是真爱 爱是从哪里出来 我们看约翰二书 约翰二书第二节 约翰二书第二节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真爱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 如果不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爱 那不是真爱 所以爱不能违反真理 格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 那你就谈到爱的真谛嘛 一开始说 爱是什么嘛 爱是恒久人爱又恩时嘛 一直谈谈谈谈谈 谈到 爱只喜欢真理 不喜欢不义 爱是有原则的 爱是有分别的 只喜欢真理 不喜欢不义 所以真爱 是在真理的原则上 那才是真爱 如果不是真理 违反真理 那个爱 是那个 失情 那个就是人情之爱 等下会讲到 所以 违背真理的爱 不是真爱 所以 不要接待 这些人 传异端的人 第四节继续讲 也不要问这些人的安 连问安 都不要 为什么约翰长老 来吩咐当时的教会 这样做呢 应该有几个原因嘛 第一个 如果你接待他 你问他安 这样 可能会提供机会给他在本地继续传这个异端的教训 因为有人接待 因为有人问他安 第二个 给他们错误的鼓励 以我们赞同他 很多人 很多人 其实是不赞同的 但是传道 做人总是要人情嘛 做人不可以没人情啊 对不对 我说人情跟真理是两码事 人情归人情 真理归真理 这边 圣经的原则就是跟我们讲 以前也是好朋友 以前大家也都很好 以前他也关心过我 还是怎么样 对没有错 没有错 OK 都没有错 人情归人情 真理归真理 我知道这个不对啊 对啊 不对啊 如果我们又接待他又难 人家会有错 比如说用我来讲 我来接待他 接待他问他 你看喔 他是对的啦 为什么 简传道也都跟他在一起啊 简传道 大市场去 简传道他们家 简传道也市场去他们家 没有啊 我不是认同啊 我就是基于人情啊 人家心里会怎么看 简传道认同 对啊 是不是 这是这个意思啊 不要问 不要接待他 不要问他的安 再来也会给信徒 错误的信许 以为我们是赞助者 你也有份喔 好 那这样也会给我们自己和家人带来危机 为什么 因为静注者吃 静默者黑 市场跟他在一起 就会受影响 就好像那个电视广告一样啊 就好像我们的电视 我们现在电视节目 那个8点以后最多的节目是什么 谈话节目 有没有 正如节目每天在讲 每天在讲 每天在讲 你说多少会受影响吗 会 就好像电视广告一样 产品广告啊 帅哥美女啊 那个影星来代言 一开始我们看到说 不可能啦 我在打卡牌 我去买的申品 不可能 到最后去买了 为什么 因为每天在看啊 每天在看啊 看到最后 真的多少会受影响 会受影响 所以 为什么 连接触都不要接触啦 虽然你不认同他 你知道那个是错误的 但是 也不要接触啦 也不要接触 因为 人情归人情 人情归人情 真理归真理 好 我们继续看11节 他后面又谈到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11节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有份的意思 这个是分享嘛 其实那个就是团契啦 我没办法讲的团契嘛 就是说 一统参与 一统共游 一起同工 你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啦 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如果爱心啊 不符合真理啊 会被 魔鬼所利用 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 爱心不符合真理 会被魔鬼所利用 有一次 耶稣不是跟门徒讲说 我要上耶路撒冷去 会受害 会受长老祭司 受他们的害 然后 被定死 然后三天父就跟彼得 他们那些使徒讲 彼得马上说什么 主啊 我万不要上耶路撒冷 这些事情就不会临到你身上 有没有 主耶稣转过头说什么 不说 彼得啊 你看喔 十二格门徒 只有你说不要上信 你看 你最关心我 最爱我 耶稣转过身说 撒旦 退我后面去吧 我们看圣经都会吓一跳 我们想 当时彼得会吓一跳 我 我是出于关心啊 他真的是爱神 他真的是爱主耶稣 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就不会受害了嘛 那耶稣说什么 彼得有没有爱信 有他有没有爱神 有 真的很爱耶稣 但是那是人情之爱 所以耶稣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旨意 你只体贴人的意思 所以 爱心不符合真理 会被魔鬼所利用 这是圣经的一个历史 耶稣说什么 撒旦 推我后面去吧 我们站在彼得的立场 他真的是 人之常情嘛 听到我的老师 说去耶路撒冷会受死 受苦受害 我一听到 人之常情嘛 你不要去就好啦 你不要去就好 就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人之常情 真的是出于爱心 出于爱他的主 他的老师 但是耶稣说 退我后面去吧 撒旦 所以爱心 不符合真理 会变成魔鬼 所利用的工具 所以 耶稣当时讲那句话 不是说彼得是魔鬼 不是喔 撒旦对我后面 不是 彼得不是撒旦喔 是说你这样的人之常情 那个 那个爱 被魔鬼所利用的 被魔鬼利用的工具了 是这样的意思 好我们看 罗马书16章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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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节 弟兄们啊 那些见离你们 叫你们跌倒 被夫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 躲避他们 18节 这样的人 不服侍 我们的主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度户 用发言巧语 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圣经跟我们原则都是这样 不要切除 那些见离你们 叫你们跌倒 离开所学之道的人 圣经说什么 要留意 躲避他们 他会来找我们 但是我们 我们要躲避他 我们要躲避他 如果他要讲说 你都 不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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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不严情 人情跟真理是一回事 我记得 我 每个亲戚 早期受影响 离开教会 就是早期的事件 林毅雄传道 事件 事件 我的舅舅 我的舅舅 我的母舅 受影响出去 以前跟我们家很好 是当我们家找我爸爸 自从受影响的时候 就来我们家 一坐下来就开始 要跟我爸爸变道 我爸就跟他讲 你来我家 我很欢迎 但是如果你来我家 要变道 我不欢迎你 我爸就跟他讲很清楚 你来我家我很欢迎 但是如果你要讲这些 我不欢迎 请你出去 我爸那个时候原则是这样 所以我们从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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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 遇到这种事情 我自己的舅舅 其实我心里也是非常的难过 我记得我去祝母那间家会 想说舅舅住在这边 想说你去看他 一去一进去说 你是要变道的呀 不是啦 舅舅住在这边 总是要来看舅舅 哇不简单 现在当船到 讲话酸溜溜的 然后 既然要做 可以问你问题吗 我说可以啊 舅舅你可以问吗 他又读上一句 我就吓一跳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吗 我说可以 但是 我会的 我回答 不会的 我就没办法回答你 我马上翻脸 蛤 你做团堂会的不错 你做什么团堂你了 真的是 其实我们从小就经历过了 所以 圣经给我们这个原子 就是要留意躲避他们 就是人情归人情 真理归真理 我们要分清楚 不然 真的我们自己本身会受影响 我们的家人会受影响 我们旁边的人也都会受影响 最后我做个结论 看《义无所书》 《义无所书4章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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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士12节 不要成全圣徒各尽其使建立基督的身体 13节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神粮 11节到13节 就是用真道来建立教会 用真道来建立我们的信仰 为什么 才不会发生后面所说的 我们继续看 14节 使我们 我在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 异教之风 遥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这边特别讲两次 异端 异教之风 遥动 然后到最后 飘来飘去 到最后就随从了 就离弃真道 离开 恩典 离开神的爱 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 顾守 正当 尝试 对 后来 我们来说